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破除 这就是他的题目 下面署名是启公 启公先生在论述 蓝亭论辩这个过程当中提到了蓝亭序当中这个永字 他是这样说的 大家看啊 他说蓝亭第一个字是永字 于是有人便把它作为概括一切笔法的咒语 称为永字八法 还有人即用八法二字代称书法 我并不反对利用某个字的各种笔画来说明书法的一些笔试 但是尽有若干字可用 为什么单找永字呢 永字中没有横 竖折钩 没有直接的竖笔 没有这个竖片 没有反纳 没有格钩 等笔试 并不足以代表一切笔试 这分明是由蓝亭第一字来的 可笑的是 宋代桑世昌在蓝亭考卷寺强烈永字八法 但又注云 未有蓝亭此法一句 后边他又说呢 他说假若蓝亭约文当日以鬼丑年为起句 那么必然就是要有鬼字九法了 我们通过启公先生这段论述 在他认为学习永字八法第一 就是永字他的笔画并不完全 有很多的笔画还没有包括在里面 为什么非要指定先学永字 那么启公先生并没有提出来不学永字 还有哪些字和永字接近或者比永字笔画更丰富的字呢 启公先生并没有提出来 所以启公先生认为这就是对汪羲之的一种个人崇拜 其实永字八法的确立并不是完全对汪羲之的这种确立 汪羲之的蓝亭旭的第一个是永字 和永字八法纯属于是个巧合 它不是这么一种关系 我们拿出来证据向大家介绍 我们为什么说永字八法并不是王羲之 但蓝亭旭为最起点 这里我们看一看了 唐朝有一个书法理论家叫张怀冠 他写的一本书啊 叫《御堂进经》 其中有一段论述叫《用笔法》 他上面呢 就把这个永字八法的最早的来源给说清楚了 好 我们现在呢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用笔现在把这段抄录下来 大家看一看 他会最重要的 有人在记恕了 这段抄录下的 有一段抄录下的 他最重要的 你看 colonialism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看一看这段话 这就是张怀冠在《御汤进经》里面讲的一段话 他说八法起于例字之始 大家注意 这个例字不是指的例书 是指的楷书而言 因为在唐代的时候 对楷书称为例书 在东晋时期 汪西枝他们也是这样称为 那时候对例书 我们现在认为的例书 那时候称为八分 所以一直到唐代还称为例字 他说八法起于 楷书之始就是例字之始 那么这个事件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后汉崔子玉开始的 后汉崔子玉 就是东汉末年时期的 崔子玉 崔子玉立中王 中王是谁啊 是中游和汪西枝 那就说在汪西枝之前 还有崔子玉和中游在先 那么在中王以下 注意 这个以字啊 这个原本上写的就是以金的以 在古文当中 这个以字和下面这个以字通用 所以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字 用这个以下的以字 所以我在上面点三点 以表示呢 当初这是俄乌 实际当年这么写 并不算错误 我只是把这两字说清一下 那么就是当年崔子玉 在汉代的时候去 就有永字八法了 而下传呢 一致把这八体啊 传到汪西枝这里来的 这永字八法并不是从汪西枝开始 那么这里所说的所用八体 就指的是八法 该于万字 他说把永字写好了 对一万个字都有好处 是这么个意思 因此大家就知道 启公先生所说的 永字八法 来源于汪西枝的永和九年 那个永字 这个观点是不准的 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一点 就是说永字八法 这个永字虽然是 笔画并不多 他的笔画不多 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只有 点 横 竖 勾 条笔 平 长平 短平 然后这个那笔 大家注意看 本来 我们按现在的点画来说呀 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笔画 就是一二三四五 这是我们现在区别于笔画 所以究竟有几画呢 它总共是五画 而五画当中却包括了八个法则 因此永字大家看 没有重复的地方 点 横 竖 钩 条 平 就是长平 短平 长那 所以同共有这么几个过程 就有几个法则 像这样的字里并不能多见 虽然它没有概括所有的笔画 那么我们可以说 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概括所有的笔画的形式 不可能 像永字这么简单的几个点画 就能包括这么多的法则在里边 已经是很难找到在和它类比的字 所以说薛熙永字八法 第一不像启公先生说的那样 是从兰庭旭开始的 不是 是在后汉就早已有志的了 崔子玉 你知道中王 中王也是后汉年间三国操操手下的一位位官 因此到了汪熙这里 汪熙之这里 已经是一百多年的事情 因为汪熙之写这个 蓝平序的时候 公元五百三十五年 五百三百五十三年 公元三百五十三年 所以这中间隔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所以说 启公先生这个说法是不准的 但是我们必须说清楚了 启公先生在学识方面 在书法方面都是在当代处于一流的水平 我们对老先非常的敬重 但是这些敬重不是盲从的理由 启公先生有问题 我们仍然要提出来 而且我们不仅今天要谈 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要专题的谈论启公先生的书法当中的优点和缺点 因为我们是要客观的评价于水平 我们不存在什么其他的一些个个人的一些恩怨在里边 都不存在这问题 何况我启公先生 素无恩怨 我们要谈的问题 尽量是坦率 真诚 而是善意的 我们…… 就不要存在 fum 以 впому 优优独装 看果会有什么 融合 买 订阅 衣网 是 champ 北 丘